土地正義 重産凱德 新政府上台百日 我們還沒有看到土地正義實現的一天 2013年3年前 7月18號 我們的大埔張繞房 大埔自救會 來到我們台北來陳情的時候 那時候的苗弟謝縣長 說這是個天赤良機 拆遷了當天就拆遷了 我們大苦的張繞房 2013年8月18號 所有全台灣的拖遷戶 集結到海盜 再次來發出我們反徵收反拖遷的訴求 9月18號我們發生很悲慘的事件 就是我們張繞房的屋主過世了 一般講難民 我們都以為只有國際的難民 我們以為只有欧洲 只有伊拉克 只有希臘 國際社會 非常重視的 聯合國非常重視的 另外有一個難民 叫做國內難民 現在的都市計劃也好 土地徵收也好 很多的相關的法令 都仍然存留在 屑言之心 所謂的轉型正義 應該是屑言體制的 正確的轉型正義 而不僅只極限於 國民黨的一個不當的黨產 我們要求土地徵收 被迫簽的相關的正義 都應該找回來 我們要跟這個政府講 轉型正義的課題 絕對不是只是過去式 轉型正義的課題 就在總統府前面 轉型正義的課題 就是現在進行式 你說對不對 對